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台灣農曆年期間 看《寇宮徵環傳》的馬拉松直播 已經變成了中秋節要烤肉一樣的傳統了 這部影集因為缺密的劇本、多重的轉折 完美的選角以及極高的製作水準 即使已經是12年前的影集 仍然被許多人認為是難以超越的古裝公鬥劇 今年的直播同時上線人數 更是在四周末皇上駕崩時一舉突破了4.9萬人 就連週四開工日的早上都還是有8000多人捨不得離開 聊天室更是刷了一排真不想上班! 而因為這部影集每一集都有亮點 讓你無論是從哪一集的哪一段開始看 都能夠毫不違和地繼續追下去 除此之外,因為觀眾們已經看得滾瓜爛熟了 在YouTube直播時的聊天室裡總是能看到各種有趣的討論 有人預告劇情、有人背台詞、有人科普小知識 但更多的是許許多多極具創意的評語 從諧音到綽號、從名人撞臉到時事闢語 每一個都讓我們看得捧腹大笑 讓原本就已經夠精彩的甄嬛傳更加好看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整理了 讓甄嬛傳更好看的鄉民智慧 解析我們今年自己最喜歡的九大名場面 相信能讓你更加喜愛這部影集 並且佩服廣大觀眾的創意與巧思 我們也計畫會另外製作一支影片 整理劇中角色的創意綽號 歡迎到我們剛開張的Podcast頻道上 去收聽我們聊更多的《後宮甄嬛傳》 因為是直播的關係 在YouTube上收看影集的觀眾並沒有辦法跳過片頭片尾 但是甄嬛傳的兩首主題曲 分別是由已故歌手姚貝娜所演唱的片頭曲《紅燕傑》 以及劉歡所演唱的片尾曲《鳳凰於飛》 除了歌曲本身十分貼切動聽之外 更在鄉民們的智慧下變得相當有趣 即使每輪播出都被迫要聽個謹詩遍 卻一點都不覺得乏味 甚至還會有人貼心提醒眾小組 利用時間更衣或是上廁所 首先片頭曲的第一個畫面 以及片尾曲的最後一個畫面 分別是此進程、宮門開啟和關閉 象徵著觀眾們得以一窺深宮內的秘辛 但是門在無人操作的情況之下自動開關 就被戲稱為大清自動門 此外歌曲裡的歌詞也被鄉民們改為有趣的諧音 例如紅燕傑的《低眉練紅顏》就變成了《低妹練紅燕》 《鳳凰與妃》裡的《君來有生,君去無語,翻雲覆雲》裡 就變成了預告鄭凰與十七爺外遇的《翻雲覆雲》裡 而聽吳童戲語《色色奇夜,隨風搖記憶》 更是被改寫成《色色奇夜,隨風搖雞雞》 呼應《經營國家就像是經營事業》 以及皇帝貫穿全劇都在物色美女的隱喻 還有,因為當劉歡唱《鳳凰與妃》到副歌時 會突然隨著激昂的曲調而音量放大 讓不少鄉民想起有《立院戰神》之聲的黃國昌 時常會在質詢時因為激動而大吼 因此會在聊天室刷一排 是在大聲什麼啦,或是大聲警報 另外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除了片頭曲《紅燕傑》 姚貝娜還唱了另外一首片中的插曲《菩薩滿》 兩首歌的旋律十分類似,都是由劉歡所作的曲 但《菩薩滿》卻用了唐朝詩人 溫廷明所寫的《菩薩滿》為詞 其中《菩薩滿》中有一句形容 從鏡子裡看到裙子上 繡著一對褶菇的《雙妝金褶菇》 也被魔改為《涮涮金針菇》 而且因為主唱者是姚貝娜 片頭曲也被鄉民們,暱稱作 和咖啡品牌同名的貝娜宋 是不是很有趣呢? 在新的一年裡 你是否正計畫著要開車帶著家人出去玩呢? 啊!那注重安全以及性能的你 在新年出遊上路前,不妨考慮一下輪胎的選擇 日本普利斯通最近在台灣首度發表 全新的都會頂級SUV專用胎Alensa LX100 這款輪胎不僅是對舒適駕駛的一次革新 同時也代表著品牌對年輕高級生活方式的追求 Alensa LX100以其卓越的安靜舒適性能 完美地呈現了日本普利斯通對品質的堅持與創新精神 這款新世代靜音技術車胎 利用獨特的隱藏式噪音抑制溝槽設計 以及3D噪音抑制溝槽 即使在長時間使用和磨損之後 依然能夠有效抑制高頻噪音 保持高度的靜密性能 不論是城市道路或是長途旅行 Alensa LX100都能為駕駛者與乘客 提供一個靜密舒適的駕駛環境 甚至如果你想在車上播放電影給小朋友們看 也不用擔心噪音會打擾到他們的觀影樂趣 日本普利斯通輪胎對於SUV車型的專用設計 也是這款輪胎的一大特色 其尺寸覆蓋範圍廣泛 從16吋到19吋一共有13種規格 滿足了市場上主流及高階SUV的需求 這使得Lensa LX100不僅是技術上的創新 也是對消費者需求細心考量的結果 普利斯通讓你的每一次出遊 都成為對美好享受的追求 也為家人創造更多難忘的旅程回憶 歡迎點擊文字說明欄裡的連結去看更多 還可以參加抽獎活動喔! 《後宮甄嬛傳》聚如其名 主要是在敘述女主角甄嬛 在後宮上位成為太后的過程 而要在後宮這麼險惡的地方生存 光靠自己是不夠的 還得要有一群忠心耿耿的班底才行 而振嬛的四大班底中最神通廣大的 就是萬事通小影子啦! 自從振嬛請太醫去治療小影子生命的哥哥之後 他就對振嬛死心塌地 而他也在一次一次的任務中證明自己 而自從梅莊在第十集中 誇讚了躲在屋頂上的他一句 小影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之後 每一次只要他出場 聊天室就會刷一整排小影子的豐功偉業 從扎秋千到撿小巷 從抓刺客到扮女鬼他無一不驚 甚至還會有人開團購買小影子 而小影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 更是被鄉民拿來造樣造句 例如為了爭寵偷偷藏了蝴蝶的緩緩 是有些蝴蝶在身上的 總是愛傳八卦的小夏子是有些喇叭在身上的 或是記得公眾的幾塊磚的禁飛 是有些磚頭在身上的等等 由蒋欣所飾演的華妃年勢蘭 是影集前半部的大魔王 他強勢的個性與顯赫的家世 讓整個後宮乃至於皇帝都對他忌憚不已 不過因為勢蘭的哥哥年根謠出包 讓皇上想要趁機剷除年家的勢力 連帶著勢蘭一起遭殃 以往的惡行被一一抖出 更在第四十集裡在井仁宮內受到眾人圍剿 而因為他當時的封號是《華》 這個場景就被戲稱為大型辱華現場 在第四十一集裡 甄嬛發現自己遭到年勢蘭的手下素洗監視 並和梅莊以及手下們商量好要嫁禍給年勢蘭 一舉將他扳倒 於是兩人不只親自縱火燒了碎玉萱 梅莊甚至不惜讓自己受傷 大幅增加了可信度以及皇帝的怒氣值 而因為甄嬛當時的封號是《晚》 梅莊的封號則是《惠》 讓腦筋凍得快的鄉民們將這場火稱為《營火晚會》 至於那個倒霉的素洗因為名字聽起來很像壽司 Sushi 出場時聊天室也刷了一整排 好吃的Sushi在爭先 另外,當華飛終於在四十二集自禁時 因為在牆上停留了幾秒而有了黏在牆上的地獄梗 甄嬛在剛入宮時因為不想要侍奉皇帝而裝病 卻意外和假冒成十七爺國郡王的雍正多次偶遇而發展出情愫 不過在兩人揭露身份之前 另外一名宮女于氏也曾經假冒是甄嬛而獲得寵性 湘民則將兩人假冒身份的作法戲稱為《盜帳號》 後來于氏自視得寵 曾經對甄嬛口出惡言 卻不料被皇帝聽見了 不只當場處罰于氏,還加封甄嬛為貴人 而因為通常嫔妃都是在被寵性之後才會獲得封賞 因此甄嬛在還沒有和皇帝同房就升官 就被湘民稱為《無姓生職》 另外,湘民因為于氏曾經在半夜唱歌擾人青夢 而將他原本的外號《妙音娘子》表為《噪音娘子》 甚至還取笑他根根分明的劉海 看起來很像載具條碼 更把他張牙舞爪的表情 《你做事寶可夢》裡的小拉達 雖然有點過分,但還真是好笑! 甄嬛傳裡的名場面多不深屬 但要說到大家最百看不厭的 一定就是低血厭慶的橋段了 在第六十三集裡,其貴人帶頭發難 當著皇上皇后的面指責甄嬛與太醫溫時初有私情 甚至甄嬛剛生下的雙胞胎根本就不是皇上的孩子 進而引發了低血厭慶 沒想到皇后偷偷派人在水中做了手腳 讓孩子的血和溫時初的血融合 甄嬛差點就翻了船 好在他靈機一動,發現水有問題 抓了蘇培勝的手去驗 接著警戲也跑來湊熱鬧,把自己的血也滴了進去 而因為在農曆年前 曾經傳出台中市多次檢驗瘦肉精的新聞 就讓鄉民用了市長盧秀燕的名字為諧音 將這個驗了右驗的名場景稱為盧秀燕 在後宮眾多嫔妃中,除了主角甄嬛之外 最受到歡迎的應該就是由《熱衣扎》所飾演的寧品葉蘭依了 她原本是圓民園中的迅馬女 後來被瑟瑟的皇帝看上了,硬是收進後宮封她做答應 但心中早就愛上果郡王的她根本就不想入宮 一事總是擺著臭臉,對誰都不假此色 而因為她本來就個性直爽 每每看到宮中那些人做作的噁心樣就會忍不住出言諷刺 又往往一針見且 例如在第五十二集裡 剛入宮的她就曾經像葉蔚那樣一個打十個 直率到讓人無法反駁 另外因為葉蘭依幫助甄嬛太子皇帝時 曾對著雍正說,溫柔刀刀刀割人命 再加上她有一把極為鋒利的小刀 因此被鄉民們以傳說對決中的角色刀鋒寶貝作為她的專屬外號 你所見的言諾的人所知道的不想 1955 罷尬 只有八十三分之下 吃完苦 就說 Never-S 혼 queenING 怎麼腎之中,這個背後就是 Cow王爺的贏 說到葉蘭依就不能不提到她的死對頭齊飛了 齊妃是雍正還是王爺時就納的妾 後來因為生了三阿格爾封為妃 但是齊妃卻因為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傻野的舉動 讓鄉民忍不住以她的封號諧音當梗 稱呼她作《齊爾哈》 意思是像哈士奇那樣傻裡傻氣又耐不住性子 像她就曾經指使婢女翠果毆打甄嬛 留下了那句名言 而在她眾多的行為裡 右鼠對葉蘭依下藥儀式最為誇張 因為她直接派了貼身病女翠果 送了一碗連貓都不喝的毒藥給葉蘭依 讓她從此不能生育 而皇帝在調查時只問了一句話 就追到了齊妃身上 讓鄉民忍不住把這件事稱作下藥實名制 也說齊妃真的是笨死的 由蔡少芬所飾演的皇后烏拉納拉儀修 是整部戲的大魔王 即使作惡多端 卻一直站到最後一刻才落敗 而因為她來自與雍正母親一樣的烏拉納拉氏 讓她一直以來有恃無恐 就連太后都拿她沒辦法 直到雍正得知 她一直以來深愛著的純雲皇后 竟然也是被怡修害死的 才終於忍無可忍決定廢後 此時怡修哭喊著說出真心話 竟是因為深愛著雍正才無法忍受別的女人 而蔡少芬身淚俱下的喜劇 《臣妾做不到啊!》更是讓廣大鄉民忍不住讚嘆她的演技 《臣妾做不到我!臣妾做不到我!》 但是這段名場景還有一個經典的下半部 那就是太后的貼身婢女孫主席的登場 當雍正正準備廢後時 竹席匆匆跑來,告知太后有遺照 而因為遺照聽起來很像數字的遺照 讓聊天室當場就刷了一排 黃和娘有遺照 接著竹席還連說了好幾個烏拉納拉士 上演了一場精彩的Rap 另外或許你會好奇 為什麼整個聊天室看到竹席時都很興奮 紛紛稱呼她叫《竹席辣寶貝》 那是因為後來甄嬛為了要激怒病中的雍正 告訴她一位姓孫的答應 背著她在花園裡與世衛偷情 並繪聲繪影的描述整個過程 甚至還說出 而因為竹席也姓孫 既有鄉民自行腦補 說孫答應就是竹席 並想像她穿著赤色鴛鴦杜兜的火辣造型 才讓她有了竹席辣寶貝的稱號 甚至還有鄉民用英文諧音稱呼她為Juicy 真的是太有創意了 當皇后落敗之後 整部戲在最大高潮 莫過於甄嬛向雍正攤牌 導致她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真相的時刻了 但讓鄉民真正高潮的 是當甄嬛滿臉嫌棄地對著病厭厭的雍正說 而因為整部影集綽號胖局的雍正 每次看到美女都會露出色咪咪的樣子 甚至還會毛手毛腳 讓觀眾看得牙癢癢的 所以甄嬛的那句無比噁心 簡直就是說出了大家的心聲 也被鄉民用血音變成了這句密碼 5B2C 每次只要看到愛演的畫面 聊天室就會刷一整排5B2C 真的是無比壯觀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終於弄明白聊天室裡那些有趣的梗了呢? 其實我們今天整理的只是一小部分 如果你還知道更多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也請期待另外一支角色綽號解析的影片喔!